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4月24日率团前往北京 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代表团成员来自社会各界共68人 论坛期间举行了企业家大会和12场主题分论坛 4月25日林郑月娥参加了资金融通和地方合作两个分论坛的发言 而香港代表团成员也几乎在每场分论坛中都有发言机会 林郑月娥表示能够如此深度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既展示出国家对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 也是增强香港在推动一带一路发展上的信心 第一我相信是都是展示国家是非常支持香港 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的发展 这个大家都记得在2017年12月 我已经当时和法改委就签了一个合作的安排 第二方面当然是由于香港的国界 如果大家看到我们代表团的60多位的成员 都是来自社会的国界 他们这两年也是非常之积极投入一带一路的工作 对于我们日后继续去推动香港的国界参与一带一路的发展 我们都是非常之有信心 金融服务作为香港的优势 林郑月娥在资金融通风论坛上表示 香港的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的资产总值 约为3万亿美元 其中三分之二来自非香港投资者 同时香港也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 处理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的75%以上 香港的最重要的财富性 最重要的财富是我们资金融通风论 根据我们身为国际金融通风论 根据到国际金融通风论 香港是三个月之后 正背后新亚及 London 许多国际路的改变 自林郑月娥上任以来 已经在科技创新领域 有1000亿港元的投资 林郑月娥表示 科技创新对于香港的经济多元 为香港的青年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很重要 同时希望把科技创新放在粤港澳大湾区 可以更好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这个工作我觉得是放在粤港澳大湾区 更加有意义 因为澳大湾区在发展规划里边 就是要建设一个国际的科技创新中心 而且澳大湾区这个发展规划 也是希望澳大湾区在各方面 也能对接一带一路的发展 所以要是我们能把这个国际的科技创新中心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起来 那么就可以用整个大湾区在科技创新的能力 去推进一带路的建设 但是我一定会在核心 不想找到一位 好 是